Renderforce.com 高雄寒流发威!网友自发借修旅车送北漂返乡投票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最近人气飙升,韩国瑜号召北漂青年返乡投票,引起许多人响应 近期有网友在脸书上指出,自己没有高雄市的投票权,但想要为了送韩国瑜进高雄市政府尽一套心力 因此愿免费提供两台修旅车送北漂青年返乡投票,不过座位有限,他也呼吁其他人一起响应 网友Chin Yan表示,他没有高雄投票权,但想为高票送韩国瑜进高雄市政府尽一契之力 愿意在11月23日,投票前一天,免费提供两部7人坐修旅车,共可搭乘约12人 欢迎有投票权的北漂青年预约搭乘,也希望有兼者一起响应,共同翻转高雄,翻转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